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講解一下第三JS的東西 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來講解一下 今天除了講解第三JS以後 請問一下你已經看過 你有看JavaSquad學圖的試鏈 請加一一下 好OK沒有看過也沒有關係 我今天主要是帶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為什麼要學JavaSquad 其實JavaSquad就是一個輔助用的工具 輔助什麼樣的東西呢 因為通常來講你今天一個Web的應用程式 一定會去接很多服務 OK接很多服務 舉個例子來講像以第三JS來講 它是個視覺化的服務 但是你今天的話 你今天資料不單純只有第三JS 你可能會說我今天資料 可能是來自於OpenData 是來自於OpenData的資料 那如果你今天資料來自於OpenData 你有可能這OpenData是要去 連續抓兩三個OpenData資料 把這兩三個資料整合成 你要的節省格式以後 再把它倒入到第三JS 或者是圖形化的套件 或者是框架 所以呢 在今天的線上問答會 我希望可以帶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今天該如何 把資料由條理的 然後去做整合去做串接 好 這是今天我們線上問答會主要的重點 那我今天的話 要帶的服務就是D3.JS跟C3.JS OK 好 那再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我今天先來拉一下畫面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相關的內容 來 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 D3JS和C3JS是什麼東西 我來把它放大一點 嗯 好 D3JS是操控SVG向量圖形的視覺化框架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叫Canvas 你知道Canvas的人請你加1 你有曾經用過Canvas的人請你加2 你第一次聽到Canvas的請你加3 好 大部分人就大概都是有些有聽過 也有些人沒有聽過 好 我來講解一下SVG跟Canvas的差別在哪裡 Canvas的東西大部分都是LD的 然後是向量的格式 什麼是向量呢 就是說一張圖片的話 那可能是50寬的Pixel 乘上50 如果你今天把這張圖片拉大 它可能就模糊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拉一張圖片下來看一下 舉個例子來講 我今天抓一個Google圖片 好 我抓的這張Google圖片是一個GooglePay 那抓一個小小張一點的好了 像這張好了 我來複製這個圖連結網址 那我連到Corpion去 我們來試試看 像是說 如果我今天來載入一張image的小圖 然後這張image的小圖的話 我來抓一下這張圖片的位置 然後把它載入進去 好 你確實看到這張圖片了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把它變大的話 假設來講我今天圖片變成1920 好 81變1920 你就發現到這邊變得比較模糊了 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固定size的圖片格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向量圖 你用向量的話 你今天用向量的話 不管聲多大都不會變形 所以有些人做動畫效果 傾向使用SVG 使用SVG也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今天使用iPhone 或者是4K螢幕 也一樣看見看畫面都不會失真 這是它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方式 但是SVG呢 大部分來講 你只能拿去做2D的東西 SVG 那如果 那什麼是Canvas呢 Canvas的話 主要是拿去做3D的東西 舉其中一個例子的話 就是一個像是 afriend.io 這個就是它使用Canvas 來去做像這樣的3D這樣的效果 OK 比如說我在隨便挑幾個來看一下 比如說 這個好 像這種東西的話 大部分都是使用3D來做出來的 OK 像這樣的東西 3D的東西 這東西的話 就是你可以再用3D繪圖軟體 然後把這些3D的物件 套入到Canvas裡面去 OK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 請問一下 你目前是設計師 但是你對動畫效果特別有興趣的人 請你加一一下 好 或者是你本身也是很有興趣的 SVG是做2D 那Canvas大部分都是做3D的東西 甚至有東西叫WebGL 那其實也是用Canvas來去做實作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呢 就是SVG 就是2D的模式 那之後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再繼續介紹3D 如果使用Canvas 好 那用2D或用SVG 還有用Canvas 其中一個更大優點就是效能很好 效能非常的好 如果你要去做遊戲啊 你不要單純只用DIV 然後衝這個DIV 讓它從左到右 其實效能會非常的差 但是如果你是用SVG跟Canvas 速度大概是1比8吧 1比10吧 速度就是差的非常非常遠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遊戲效果 大部分都是會用SVG或Canvas來去做設計 好 那說了那麼多 我們就來看一下 CAP D3.js的一些相關的用法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的教學大概就是會教D3.js的原理 然後再來講C3.js 然後會教你們去做一些資料格式創接 這些Edges 如果你是已經有些觀念的 你對Edges已經有些觀念的人 你可以先去往後看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今天要 你也可以跟著我一起一步一步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D3.js的原理 那我們就先來看其中一個資料 我們今天先不講D3.js 我們先不來講D3.js 那今天我們要去做一個SVG的話 它會有哪些格式呢 我們來按這個圖片按右鍵來檢查一下 先不來看程式碼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啊 它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Clone左下角這個地方 左下角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裡面有SVG 它的寬度和高度是75px 再來的話裡面會有個Circle 裡面的話就是寫353530 欸這東西好像是一個 之前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使用SVG的話 它有它自己的規則 然後來去做設計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看到裡面的話是一張SVG 然後你如果要去做個圓的話 它是這樣的方式的 那SVG的話你可以當做它就是一個畫布 OKSVG的話 你今天在一個網頁上去新增一個SVG的時候 等同於在網頁上 設計一個畫布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就必須在上面的畫布去做一些手腳 舉個例子來講 你可以在畫布裡面放一個文字格式 TEST 也可以在上面去設計一個圓心 OK 圓心 那或者是說你今天的話 可以去做一個 啊一條線LINE OK 那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用路徑的方式來去做調整 你想把這些東西都整合起來 會用G這個標籤 所以SVG裡面有非常多的廣泛的資料 但是你這邊先記得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用SVG做的時候 首先外面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SVG標籤 再來呢 裡面的話就可以放你各種資料在上面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啊為什麼這東西我們必須使用D3.js來去畫 欸我們今天用Action的標籤也可以去做啊 那這邊的話我就先來教我們該如何使用D3.js 好 來 我們這邊來把它放大一點來看一下 我這邊就先把它關掉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看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JavaScript的話 已經有載入一個D3.js的一個套 它的框架 OK 然後這個JQ裡的話其實是不必要的 欸這是不必要的 那為什麼會用它等一下後面會講 那D3.js的話 它其實寫法很像JQ裡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你今天要使用任何D3的工 D3裡面的功能的話 它的起手勢都是D3開頭 所以D3開頭來去做撰寫 好 那首先的話 如果你今天想要選擇全部的P段落的時候 我把它放大一點 像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想要選擇全部的P段落的時候 Select On 這是它寫的API 你可以當作就是它有點像JQ裡 那JQ的話 這是它裡面其中一個功能 你今天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選擇所有的P段落 那這邊的話它有一個功能是說你可以寫Style 然後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的話就是可以帶 參數是帶說你要修改哪一個的 那我今天希望把顏色改成藍色 它就可以這樣放進去設計 除了Select On的話 也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Select 那這樣的話就是選擇第一個 另外一點的話呢 我們今天再寫的時候啊 今天這個Select 你可以當作它就有點像是JQ裡選擇器 所以如果今天在這邊加上個Class List 那我今天的話 Select的話 我也可以寫成List 這樣的話 第二個就會吃到效果了 所以第一個我們學到什麼東西 學到說它有拿幾種選擇方式 大部分你可以選擇一個 那你也可以選擇全部的Select All 好 再來我們來講解一下它有哪些功能 那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講的話 比較常見的地方是說 我們來看第一個標籤 第二個標籤的話是 我用D3功能選取了Charge-D3 那這個位置就在左邊這個位置上 它目前是空的資料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裡面加上一個SVG 就Append 把動態加入進去 你加入進去以後的話 可以再使用點attr 點attr是什麼意思呢 一樣跟JQ一樣 你今天想要動態加一些屬性上去的時候 可以帶一個物件上去 OK 你可以帶一個物件上去 然後它就會變成75 裡面屬性SVG的畫布就是75x75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今天再寫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第三Select 好 我今天選擇什麼東西 我選擇了剛剛我新增好SVG裡面內容 那我在裡面加了一個SVG一個常用的標籤 就是設計一個圓形 那這個圓形的話 裡面會有幾種東西 第一個是你的坐標 今天我的坐標的話 我的位置在35 X軸在X35 Y軸在35 所以它的位置會在這個地方上 再來今天它會R是什麼呢 R就是半徑 你的半徑要多少 你的半徑的話 它今天的話要畫多少半徑 那它畫30的半徑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呢 Stalk Stalk是什麼 就是說你今天有沒有打算畫 外面這個圓 外面這一個 OK 外面這個boulder的線 那Fill的話就是說 你今天畫裡面要填滿什麼顏色 你有沒有發現 CSS系 這間的設定其實在跟以前你在學CSF不太一樣 以前CSX的話 你用Fill的話其實是background 你用boulder的話就是這個STR OK 比較不一樣一點 但是其實你這些都關鍵掌握住以後 你再學就還蠻快的 好 那這邊我來考一下各位 你看一下喔 好 我今天先把它寫成55 然後這邊把它寫55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好像被截掉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好 有沒有看到 那請問一下 你可以 你會試著思考一下 所以你還不太了解是BG 為什麼這邊被截掉了 我明明半計是30 可是它為什麼還是會被截掉 它的總總 寬和總高是怎麼被算出來了 有兩個人回問題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好 太小 OK 來幫其他答案 可以思考一下 我把你們兩個問題先複製起來一下 Viewport CX跟CY要改相同的數值 嗯 來畫一張圖 畫布穀夠大 也是 畫布大小就是55乘55 沒有錯 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現在我畫布是55乘55 OK 然後現在呢 我們現在 我畫圓形好了 圓形可能比較像一點 好圓形 好 然後這個畫布呢 畫布長這樣子 那畫布的話是這個 好 畫布 好 那 呃 剛剛有人講到畫布太小 可以這麼說 然後再來 CX跟CY要改同樣數值 好 這邊的話我們來講解吧 這個意思是說 好我們今天畫個畫布嘛 它這55乘55寬高 然後再來它的座標是CXCY3535 所以它的點的話有可能是在 呃 我這邊切換一下 這個 這個 3535有可能在這個地方上 這裡 然後它換半徑30的寬 30的寬度嘛 所以它的半徑就這樣畫 畫30 這裡跟這裡就距離30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呢 為什麼今天這畫布太小 因為 今天30 左邊30 右邊30 加起來60 但是60的話 我又Stock 寬度 所以這邊的話又加10匹手了 對不對 30 然後10匹手 然後加這60 70 所以你今天要至少給它寬度 如果你知道在這個的外面 今天才可以剛好去滿足 了解嗎 所以我們今天在設計的時候都會特別注意到這個器件 你今天畫的畫布不能太小 好 OK 我們看到裡面這個東西就剛好 好 這邊的話剛好是 因為我半徑要設30嘛 所以它寬高就是60 好 OK 好 來 了解到這些觀念以後 我們再去往下面看 所以 今天這個東西啊 它就因為我地上裡面寫 寫的時候它裡面的話就動態長 有一個圓圈 然後去做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有問到說 老師難道SVG一定要用第三JS畫嗎 沒有 你今天也可以自己把它 用一樣的方式把它設計出來 像比如說我下面的JQ裡啊 我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只有做 把在JQ裡面SVG啊 在圓圈上面加上屬性 有沒有發現就變一模一樣 有沒有看到 就變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自己用手刻的方式 手刻出來 那第三S會那麼好用就是因為 它有很多的計算的方式 那它也可以算 它也可以去做一些統計 所以今天你在利用它去做動畫效果 它沒有很多很好用的API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個效果 像這個API就是說 你可以在操控SVG 讓它去做動畫效果 你看到下面這個啊 是我註解起來的 這個東西是說 Charge-D3就是上面這一個 它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寫Transition 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你在寫 CS3還有Transition 它可以去做漸變效果 所以你可以去寫說 這個動畫要執行一秒鐘 然後晚兩秒才出來 所以過兩秒以後 它才會去執行一秒的動畫 所以我這邊把它做起來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變黑色了 我把它變多一點 把它變成它執行過程中會變成 會變成 執行過程中會變5秒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顏色的話 變成比較粉紅色好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過兩秒以後 然後它就執行5秒動畫 慢慢變成粉紅色 OK 所以這種語法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第三JS來去寫 它就有點像在寫這顆一樣 去做出一樣動畫效果出來 相對單位是指說 percent嗎 還是說是什麼樣的單位 好 所以這邊畫主要的話 就是像這樣的方式來去做 來去做實作 其實也是可以用像是percent 我來看一下 percent的話 好 這邊我比較常見到的做法 是這樣的 100 它是可以帶相關的數值 ok 那數值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是要帶多少 基本上它也 因為今天SVG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可以帶 with 75pd 那當然 它也可以帶去 帶入percent的東西 就是讓你可以想像到的值 響音式圖表 其實SVG就是響音式的 因為其實SVG的格式是向量 它是向量圖 所以你要讓SVG的東西伸縮 伸縮大小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這邊來回應一下 學生的問題 是都先用設計軟體開發網 再輸出成程式 對嗎 給JS去微調 沒有錯 通常來講都會使用Ellular Trader 然後去匯出SVG的出來 然後再去操控SVG 讓它去做一些效果 然後再來會提到說 一定要寫在行內 你也才用CSS 或JS來去做控制嗎 SVG的話 你也可以寫靜態的CSS 你也可以這樣方式去寫CSS 來去做控制 是可以的 OK 你也可以用這樣直接在寫CSS 方式去控制SVG的內容 這樣是沒問題的 然後第三select 那選擇放照Circle裡面 好 我來看一下 第三select SVG 你說這一個嗎 有啊 因為我在這一行的時候 已經新增好了 我在這裡新增好了 這個 我在這邊新增好了 所以這邊 我才有辦法去選取到它 OK 所以是因為這邊已經先新增好的關係 好 那了解到SVG的相關的一些內容以後 我們再往下看 你看 那其實這邊有個字典 這個字典其實是蠻多 蠻多人推的 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字典就是說 其實在 JQ裡 在第三select上的話 它也是有left, top, right 像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今天在position推的時候 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相對應的推計 再來它的size的話 它支援 它支援 Wave 跟高度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一些調整 好 再來的話 它也可以有一些 像比如說race 你針對線條上面一些調整 OK 像這樣的做法 所以SVG的格式 SVG的話 你可以用G的方式 把這些內容都給群組化起來 好 群組化起來 像我們剛剛練習的是這個圓圈 但是它其實可以放文字內容 它也可以放line 線條 那它也可以放像是 你今天的話是不規則路徑的東西 也可以用path 的方式來去做調整 好 所以這個東西蠻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 單一的東西 也可以選擇全部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解 我們該如果把我們手邊上的資料 倒入到圖表去 就會使用到data data的東西 那pand的話就是 動態添加內容進去 remove的話就是把那個東西 來去做刪除 所以這邊有寫到 第三點Slack 就是我選擇了body 我在body裡面去動態 新增一個SVG 好 那我也可以去寫說 我選擇了body 那選擇裡面SVG 我要選擇SVG裡面 全部的RECT 好 然後這裡的話是指說 我今天這個區域呢 我上面這個東西是上面選擇的 這些RECT 我要把這些全部RECT呢 我要倒入資料進去 倒入123進去 然後把資料Enter進去 然後寫到畫布上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大部分就是選擇什麼東西 然後把資料給倒進去 然後倒進去 然後再去倒進去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往後面看 我們就直接來 再看第二個範例 接下來我們來看大陸資料的章節 好 大陸資料章節的話 就有點長的像是這樣子 首先這個是一個候選的人票數 那今天資料的話 是一個陣列的結構 所以今天我做法是 你看到這邊UL它是空的資料 那再來我們今天來看第三點 SLECT LIST 首先選擇LIST 好 然後我這邊呢 我選擇所有的SLECT ALL 然後選擇LI 你一定會思考到一點就是說 奇怪我這邊根本沒有LI 那它為什麼還是可以產生LI出來 如果你選擇SLECT ALL LI 就算裡面沒有資料 它也會先設定四個空的欄位 出來 等到你DATA拉進去以後 然後它再幫你去動態加入到LI上面去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檢查一下 好我們來把它拿掉一下 往上拉 好所以今天資料呢 它就是使用點DATA 你今天使用點DATA的時候 然後它的資料的話 就會從VOT把它帶進去到裡面去 所以如果我今天 如果今天我這樣寫 它會去發生什麼事情 我來去寫一個假資料 我今天寫個Va 那這個Va的話是一個DATA 那這個DATA呢 就是到這裡好了 先到這裡 到Enter這地方去 我們先不要把它寫進去 先寫到這裡 我們來看看DATA資料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按右鍵檢查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其實相當仰賴使用 使用Console 因為我們今天用Console的時候 你才可以看到裡面 資料面的東西 像這個DATA呢 它就是D3的 所產生出來的結構 那在這個結構裡面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話 它這個Update 就是說它準備要去更新 更新裡面的資料 OK 那裡面可以看到的話 Update裡面的話 它就有對應到Li的內容 我先把上面這個 先鑄結起來好了 再重新一次 好 Run 來 再看過一次 檢查 然後DATA 好 來 我們再看過一次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資料的話 在裡面的話 它有沒有寫到一個EMPTY程式 因為我根本還沒有選擇 我資料是在 我裡面的HTML標籤在哪裡 所以它會先給它一個空子 那直到我去做什麼事情呢 直到我去寫說 這些動態資料 依序要把它添加到Li裡面去 那寫到Li的時候 它就會依序把30、50、100 然後幫我加上Li標籤 把它寫上去了 好 再來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話 像這種寫法的話 你也可以有個點TEST 點TEST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今天你希望 要放文字內容的時候 那裡面的話就會去產生一個 就會自動去執行Function 所以它會 這個TEST可以當作是 如果今天有4筆資料對不對 其實它這裡的話 其實會很像是在做4次 這4次就是 EASURE RETURN 30、50 EASURE寫到裡面去 因為我們今天 SLECT ALL LI 所以今天它會針對這4個Li 來去做EASURE的處理 OK 所以這RETURN D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D的資料就是 它會把每一筆的資料給帶進去 像譬如說 我今天跑第二個Li 它就會把這個50 帶進去到RETURN裡面去 OK 那這邊的話 DATA就會變50 那如果今天這裡是物件呢 這個D裡面也會是物件資料 我在這針對這個物件資料 來去做些處理 好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 我們該如果把資料面的東西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帶進去 OK 好 那還有嘛 我們今天都是講帶資料 但是我們今天當然是要去做一些圖表資料 那我們今天做圖表資料的話 我們再去往下看 來圖形報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到圖形報表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資料面比較不一樣 我今天還是一個正列 但是這個正列裡面的話 會有一筆物件資料 兩筆物件資料 三筆物件資料 好 那這個三筆物件資料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我今天在Charge裡面去寫 那裡面的話 要選擇全部的DIV 那選擇全部DIV了以後 我的DATA呢 再把資料給帶進去 所以這個點DATA非常重要 你也必須把資料給帶進去 那帶進去的時候 再用Enter 把他去做寫錄的動作 寫錄的時候 至少寫錄到哪裡 寫錄到Append 就到DIV裡去 所以他就依序把這三筆資料 帶進去 到DIV裡 但我們今天到DIV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寫 像譬如說剛剛是點TEST 它有點像是JavaScript的TestContent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點HTN的話 就有點像是你在寫JavaScript的點 而InnerHTN是一樣的做法 所以我的寫的話 今天D的話呢 其實帶來的東西是一筆物件 那物件資料的話呢 物件就是 今天第一筆就是裡面物件資料 我要秀出Name出來 然後再用VR 然後再倒入第二筆資料 所以他今天就可以顯示 每一筆資料的功能出來 所以D3.js並沒有說 你一定要使用 你一定要使用那個什麼 純粹的SVG格式 他也可以使用HTN的標籤 做出你要的效果出來 那因為他今天D3.js 在什麼樣的方式做得很好 他在 在D3 在資料 然後渲染到畫面 這段做得很好 這東西目前還沒有比他更強的SVG框角 OK 那 有人問他一個問題說 如果HTN只有寫Image 那或再接著寫這樣子 對他對 其實任何東西你都可以使用JavaScript 然後去操控某個動元素 某個動元素 你都可以針對每個動元素去做一些設計 還有一些效果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CSS也可以針對Fill 其實也可以針對Fill 和SVG面格式去做一些調整 但是如果今天是動態資料的話 通常來說有時候會傾向就是使用 有時候會在JavaScript 然後去針對裡面的Style去做一些調整 那也有可能是動態載入一個class名稱 這個class名稱可能是什麼 比如說Active 那今天Active的時候 裡面的資料再去做一些調整 OK 類似這樣的做法 然後再來Style的話 就是說你今天想要去做任何效果的話 你可以用Style的功能 就是說你今天Style的話 你要去調整高度 然後一樣 它就會寫Function 它就會執行Function的內容 那執行Function內容的話 它就會針對它的高度去寫說 它高度是多少 所以就把這個80的高度 100的高度給帶進去 然後加字串就變100pso 所以你今天按右鍵然後去觀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這些東西並不是魔術 它只是在針對這個東西 就如同這個設計一樣 大部分JavaScript要去控制這些項目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在Style裡面去直接去寫 那要不然就是說 你動態加上個class 那這個class的話 你再針對CSS 然後去變更它的樣式 大部分的動畫效果 都是利用這兩種方式來去做到的 好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三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的話 還可以去做哪些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更新報表 那有一件事就是說 你今天東西的話 在第三上面也可以隨時去做更新 那更新的話 就有點像是說 你看這是報名的嘛 那如果你今天在做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先寫個節點 這個節點是先選擇了所有的 所有相關的資料 比如說我現在選擇了這些資料 OK 那我選擇了這些資料以後的話 好 我選擇這些資料了嘛 它預設都寫在Node裡面 然後它選擇了那些DIV 那如果我要去做update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可以就直接選擇Node OK 那Node的資料 然後再去重新渲染一次 那在D3JS的話 它可以支援說 你就可以選擇Node裡面的資料 然後直接去針對Data來做手腳 然後更新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帶入新的資料進去 像譬如說這邊本來是80 100 200 那這邊改成120 80 60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動態修改它的資料內容 然後再按下update 它就會去 因為你現在只有單純資料寫入嘛 對不對 我只有把Data去做更換 但你今天資料更換的時候呢 你當然要再去做 去把樣式來去做一些調整 那渲染到上面去 所以這邊的話 才會去做即時的 即時的來去做更換數值的動作 OK 這是關於第三JS的東西 好 那 再來我們往下面看喔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JS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第三JS官網 OK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Document 那有Example 我們來看Example的資料 說管那麼多 我們當然要看一些實際的案例 那這個實際案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相當多的圖表資料嘛 對不對 這麼多圖表資料 那 我來隨便挑一個 挑一個資料來給你們看一下 像譬如說這個好了 這個是一個 好 這是一個 好像是儀表版的資料吧 不過它怎麼只有這樣子 我來看一下它有在哪裡有寫 來 換一個好了 換一個 像是 其實今天圖表資料的話 像這個好了 我來多選幾個 我們來針對圖表方式來看一下 它是怎樣去做道路資料 你今天在看Example的時候 不要被它的這些程式碼 程式碼給嚇到了 因為通常來說 你看它今天帶入資料以後 對不對 像這邊帶入資料 通常來說 它都會有自己的資料格式 像譬如說這資料格式 它可能就會寫 今天東西是多少 然後 看著是多少 所以有些時候我看到這圖表資料 就知道這圖表資料好像還蠻適合我的 還蠻適合我的 那我今天就會 我只會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把程式碼摳摳起來 它一定會提供一些 正列的呈現方式 那我今天 我們JavaSquade前的工作是要去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 我們今天從其他API撈下來 我們撈下來以後 該倒入到其他的框架去的時候 就要去滿足跟它一模一樣的格式 OK 這樣以真理來講 我們就必須不停的Push新資料進去 然後做出跟它一樣的效果 好 所以大致上的話 就像是這個樣子 那D3JS裡面的話 我回到最前面去一下 好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也是有一些教學 像這個 這就是教學 Example 然後也有像這種教學類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教學類的話 它其實就從最簡單的教學 就一開始介紹 你該如果去做一個簡單的Bar 那你該如果去做一個Bar 那或者是說你要去做簡單的圓 該怎麼做出來 其實你今天聽完這個課的時候 你再去看其他的程式嘛 大部分都可以看懂個三四程式比較沒有問題的 像你這個東西也是 像它是如果做出滑過去會出現 它的東西會顯示88 好 那以我來講的話 我其實也不會去看它運算 運算類的東西 它如果做出眾不規則圓 我會去傾向思考一點是 這資料好不好倒進去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最常會看就是 它的很多都會用CSV格式 所以CSV 它今天的話可以載入CSV的內容 這也是它其中一個賣點 你今天載入CSV的話 它其實也會用成像是正列物件的格式去做顯示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它第一個欄位是 它可能是它的名稱吧 然後order 可能就是它的一些各種的帶入的參數 那如果我今天要跟它做一樣的功能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跟它一樣導入一樣的正列格式 或者是CSV的格式 像是政府當 像有時候我會跟政府單位合作 那他們大部分都只能提供ESEL 所以我可能就會傾向跟它講說 你今天做的ESEL格式 最好就是要滿足這樣子的內容 這樣的屬性 然後對應的資料 那我今天的圖表才可以畫出一模一樣的方式來去做呈現 OK 好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子 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比如說 像這個的話 它可能就是再去做SVG的寬高 然後半徑要畫多少 然後再來畫它是用它裡面的D3裡面的圓柄圖的做法去做 OK 然後再來畫它有使用到Sort Sort好像是去做一種排序 然後再來的話它有在Type 這個TIP我在猜 它可能是滑鼠滑過去的時候會出現這個TIP 就是上面會顯示60黑色框框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D3J10 它在寫啊 它就類似這樣方式去寫 OK 你看attr加入個class名稱 然後制定自己這個D3-type 然後制定一個class去寫樣式 然後在這個Type裡面的話 HTML的話就去組字串 去組HTML標籤的字串 然後你剛剛看到為什麼那個數字是橘色的 因為它有寫個Style寫進去 OK 除非基本上來講 我在做的時候 只會做一件事就是Data 資料好不好到 然後第二件事情 它科製化程度到哪裡 大部分你都可以從最上面初始化的資料 去修改成你自己要的 或者是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知道自己要的東西在哪裡 OK 你看這邊SVG 我選擇body 裡面在進去裡面有SVG 產生出一個SVG出來 然後裡面的寬度跟高度 Wave就出現在最上面這個500 倒入500進去 然後裡面再增加一個群組類的G 裡面的話再放 再增加一個屬性上去 好 然後再來就到資料進去 點CSV就有點像點Data 我倒了CSV這個資料進去了 然後我再針對這個Data 這個陣列 它可能是陣列資料 它保Foreach 把資料依序帶進來 那帶進來以後的話 再把它依序寫到各個區域去 但基本上來講 我這邊不會看得細 因為通常來講 我在看的時候 很多圖表 我都看資料好不好到 還有今天課的時候 可不可以滿足到的需求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後面看 OK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關於C3.js C3.js 好 我們來看一下C3.js 其實是一個我滿喜歡用的框架 因為它用法還滿簡單的 這個 它客製化的程度 可以滿足我大概80%以上 做圖表類的東西 好 這就是C3.js 它是仰賴在D3.js上面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寫法長什麼樣子 好了 它的做法一樣 就是說你今天載入的時候 要記得載入它寫好的CSS 所以這邊多載入個C3.me.css 資料 好 然後再來呢 你要去載入D3的核心 接下來再載入C3.js的 這個資料進去 好 那載入完了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寫法其實相當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用D3 D3開頭 那C3就是C3開頭 C3的話 那它產生出一個資料出來 就執行這個function 執行這個函式 所以說不定它寫法 就有點像這樣子 寫大家看一下 它寫法就可能是說 有個data 像這樣子好了 C3 然後呢 它裡面的話 可能就有一個這個格式 好 那這個格式其實就是有點像是這樣子 然後你今天的話 這邊的話就可以帶 Beta資料 所以今天我就執行C3.產生資料出來 就有點像是它今天寫東西 C3產生個資料出來 那產生什麼 產生function資料 那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面帶的話 就會去執行這個function內容 然後把資料帶進去 然後裡面再去 它再寫自己的邏輯 那我們今天這個 帶入這個物件 選哪些東西呢 好 它寫的話的話就寫說 它今天的話 你需要綁定在一個 Htune標籤上面 或class上面 那這個class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我這邊就寫個class chart 那這邊的話就寫點 chart 再來資料面的東西就是data 你今天要帶資料進去 它的資料格式的話 來這邊就有個資料格式 這資料格式 如果你有兩筆資料的話 你就依序帶兩筆資料進去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今天它在寫資料的時候 第一個資料一定要是它的 像是標題類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就寫高雄 然後這邊又寫屏東 然後這邊的話 再依序帶內容進去 好 那就可以產生出 類似這樣的資料出來 像你看到這個東西 像C3J10 它預設就是Response 當然你也可以在外面寫屏個高寬 譬如說我今天就寫說 chart 那 寬度300 高度300 好 有人說畫面會卡 那 可以建議你重開看看 其他人正常嗎 好 那 畫面會卡沒有關係 因為我有錄影 所以到時候你再調整就好 好 你看一下這邊 我寬度換高度寫好了 所以SVG就會有 就會有這樣的好處 它的圖片不會因為這樣而糊掉 所以就算我把它變大了 把它變大的話怎麼樣 好 像這樣我設定 我設定的話就設定1000 1000匹手 然後高寬1000匹手 那其實它在調整的時候 欸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不會糊掉 這是SVG的好處 C3怎麼判斷圖表要用怎樣的方式呈現 真好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接下來就要講到這個了 C3的詳細設定的話 它可以做到那麼詳細 很複雜對不對 我來講解一下 首先你今天希望這些圖表格式長什麼樣子的話 都在data裡設定喔 像譬如說你的資料表都要在這個裡面 欸都要在這個裡面 再來格式的話 你可以用line的格式 線條格式 你也可以用py 就是圓餅圖的方式 那這時候就有學生問到說 欸老師啊 我如果第一筆資料 我想要用成是圓餅圖 用柱狀圖 然後另外用線條圖怎麼做 其實像C3.js 它還有另外一個說types 那這types的話是說 你可以帶這樣資料進去 那你這個話就寫高雄 然後這個話可以使用 像是 是吧嗎 好 ok 然後再來我的另外一個 屏東 然後是line的格式 你可以針對每個地方去做克制 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東西很單純 那你就直接寫一個就好 寫一個就好 Type 好 像這樣子 那Cours是你要克制這個線條顏色 像高雄 為什麼要寫高雄 因為我今天第一筆資料是高雄 所以你的屬性要跟它是一樣的名字喔 這邊要注意一下 OK 新增複軸 你說新增在 新增複軸是什麼意思 好 然後 右邊可以 右邊可以新增 那可以新增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Legend是什麼呢 就是下面這個你要不要顯示出來 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false 就消失了 下面這個不見 好 再來 啊 AXIS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說 你要克制化左邊的內容 OK 像比如說這個 我克制化下面這個 我設定說從1996年到2001年 所以今天畫在AXIS軸 就設定說 它這個是類別的格式 然後會載入 載入它這個 我克制化的資料 所以這邊才會顯示這樣的內容 那我這邊的話 也有寫 它這個文字的內容 叫做年份 所以右下角這邊才會顯示 年份的資料 好 再來這個Y軸呢 我今天的話就寫說 Test的話是人數 然後這個Position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今天希望它在最下面 還是最上面 還是在中間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它其實克制化的程度非常的好 OK 但是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今天在做資料的時候 就要思考 我們到底該如何跟它做的一模一樣 其實這東西才是JavaScript開發者 要學的東西 套件的東西其實你會用的話 基本上都是看API拿去做炒作 但是JavaScript開發者是 你要用出這樣的資料出來 組出你要的資料 整合資料出來 有時候資料可能要透過三個API 整合起來才可以去做使用 那使用後再把它倒入進去 好 那C3JS的話 你可以看到像這邊有蠻多的 像說Example 像Chart的話就有支援Line 那裡面的話就還有其他像Arial 就是說區域型的 我們可以把它點開來看一下 好 重新整理 像這樣子 區域型的方式 那一樣 它的TypeX就加了說 我Data1呢 就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線條的話 它是這樣的格式 那它還有一個 SPLine 讓它變比較圓弧一點 OK 好 然後再來的話 也有圓餅圖 然後也有柱狀圖 好 這一集我都蠻常會使用到 像圓餅圖就是 好 圓餅圖的東西 或者是說 圓餅圖一樣 就是你今天帶資料進去 而且它裡面你也可以去客製挖一些做法 比如說我點擊了以後 我onclick了以後 它去做你要做的效果 好 那可以做出那種歪軸大間隔 例如0到100省略數字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資料格式 你如果今天資料格式是50到100的時候 然後 50到100 這東西也可以看 因為基本上來講 它依照 像13c3.js比較聰明的地方是 你的資料面多少 它這個區間就依照那個區間來去做跑 來跑來跑去這樣子 OK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關於edges edges的話 是我有做了三個 在github上面 有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github 你json對不對 你也可以在github上面放json格式 OK 那json格式的話 其實就當作它是一個gates用的API 所以今天我做了幾隻API 像是台灣的json 像這樣的檔案 好 那通常來說我現在要做的話 你今天想要去open data 或是其他的單位 或是後端從資料庫 傳送給你API資料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長成像這樣的格式 所以今天長成這樣的格式的話 我們該怎麼去做撰寫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件是我寫的做法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vava trust 我就先 它們不是還沒執行 因為它要點方形 執行的方形才會執行 那我今天做法就是說 今天當我點起這顆按鈕的時候 它會執行 因為我在監定榜上的gith API 所以綁定的時候 它就會吃到這裡的資料 好 那今天資料吃完以後的話 當回傳回來的時候 我今天使用load這個函式 再把回傳資料結果 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裡做到什麼事情 做到的是說 先從edges 撈資料 再將資料寫入畫面 OK 再將資料寫入畫面 OK 好 所以它的流程就會是這樣子的結構 就是說你今天在撈資料的時候 你今天先撈到資料 從遠端撈資料 那這個資料先暫時就會在這個response上 但你今天撈資料以後 如果資料剛剛好 就像這個一樣 就像是這個台灣一樣 剛剛好 你根本不用去做任何處理 就可以直接去到了 可是我要跟各位同學講解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的後端可能產生不出來這樣的結構 這是很正常的 我要必須要跟同學講解一下 是很正常的 後端有可能 產生不出來你要的結構 其實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來講 你在跟後端討論API的時候 在討論API的時候 其實會花蠻多時間 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這就很像是說你今天 你有修NoteJS課程進加了一下 你有 好瞭解 你修NoteJS就知道了 你今天從FiveFace資料庫抓資料 那你抓到資料以後 你要把它產生成這樣子 可能就把它產生成這樣子 那可能就有些困難 所以請不要覺得說 後端在刁難你 因為這東西是需要討論的 那通常來講都是討論 有沒有原則 有原則 這個原則在於說 在雙方 都不會花太多時間 都不會花太多時間 的做法 就是說 我就跟後端討論 那如果今天結構長這樣子 你好不好做 他就說 好像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東西是需要討論出來的 OK 因為其實你今天用的框架 你不論用任何的框架 他都會有自己的套資料方式 那你今天套資料的時候 就要去跟後端討論 這東西有沒有辦法弄出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沒有準則 有 這東西不是技術 這東西是這個 在雙方都不會花太多時間的做法 才是最好的做法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實做一個資料 是 這個 Promise 這個做法 我們先來看API 這API是兩個API 有些時候 你就是有可能 你要撈的是兩支API資料 那這API是長這樣子的 你會發現到 連前面的高雄都沒有 但是他有辦法撈出這樣的陣列資料出來 那這個也一樣 他這資料就長這樣子 只有是兩筆資料 有沒有發現到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這兩筆資料整合起來 整合成什麼樣的格式 整合成 就是 就是 這樣子 剛剛看到的 不好意思 整合成 剛剛你看到這個台灣的格式 像這樣一樣 我們該如果做出這樣的格式出來 所以就會使用到一些語法來去做使用 所以這邊的話 我使用到了Promise 你有看王志成的 IT幫30天 請你加3一下 好 他的IT幫裡面其實就講解到Promise 但是我們的課程 NoteJS課程又講到Promise Promise 是Edges的中階功能 Promise 中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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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階的Edges的功能 他寫法非常的蠻不錯的 所以會建議各位同學 可以試著使用看看Promise 來我來找那張文章給你們看 該不會就是 好 重新認識Java screen 那個王志成 老師你來貼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Promise 那Promise的話 我寫什麼樣的東西呢 因為我們今天資料格子長怎樣 長這樣子 所以我次幣必須把兩筆資料先撈回來 而且我必須確保 這兩筆資料都已經進來了 我再去做下一份動作 那這時候使用到Promise 就相當的適合 我們來看看程式碼長怎樣 首先我把UIL寫在最上面 OK UIL寫在最上面 然後再來我有寫個GetUIL 那這個GetUIL的話 是我寫的Function 那 它會Return什麼資料回來 就是會ReturnPromise 我今天開一個Promise 它什麼時候才會回傳資料 當你要回傳資料 就是你在這邊的話去執行 你這邊的話要回傳一個資料進去 OK 那這裡的資料就是XHRResponseTest 然後把這個資料帶進來 所以呢 今天的話我就寫個PromiseAll 裡面的資料是這兩筆 這兩筆就是我寫的GetUIL 然後帶了Jason的格式 然後GetUIL 然後帶進去 然後這邊帶進去的話 它就會獲得了這裡的資料出來 當這兩筆資料都Return資料回來 就是跑來Unload 然後資料確認回來以後 再執行Land後面的內容 Result會什麼資料 就是會等於說 我們直接Console來看就知道了 來Console資料 好像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資料就是 第一筆資料是從高雄的帶回來 然後第二筆資料是屏東的資料帶回來 我要確保這兩筆資料帶回來 再去做一些手腳 可是這樣的資料還不是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寫Jobasquare 還要去做一些功能 像譬如說一開始的話 我就寫個正列 然後我就用個Push 帶來第一筆資料 可是這筆資料 因為我必須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我就寫一個正列裡面的一筆 第一筆資料是高雄 跟裡面的高雄資料去做合併 OK 所以呢 我今天做出來以後的話 再用Console去查 好 Console資料去查 好 那才會變成我要的資料 那有些學生會說 老師一定要那麼複雜 跟你講的就是這麼複雜 有些時候 情況不會想那麼美好 那有些時候你必須自己 自己當作是組織 然後去控制那些程式 導到你想要去 跑到正確的方向去 前字號.addys 就是這樣的寫法 沒有錯 就是這樣的寫法 這是一樣的做法 那會這樣寫是因為 這個東西是JavaScript底層的東西 你用那個前字號.addys 在顆粒 其實它的背後 也是用這個底層域發寫出來的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們課程都一直在講底層 或基礎的東西 因為你基礎不熟 你會發現你在看別的程式碼 會看得很慢 或者是一奇怪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產生出來的 OK 那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部分來講 我們都是用基礎的程式碼 去做講解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漏的資料出來 OK 所以我們來總結一下 D3.js 為什麼會講解到D3 還有C3 其實要教各位是 取得資料 處理資料 處理資料 然後倒入圖表 OK 所以以各位同學來講的話 你們都是在處理資料 比較花時間 這邊比較花時間 這邊比較花時間 這邊比較花時間一點 那你今天處理完資料 再倒入別人的第三方的圖表 不論是D3.js也好 或其他的Js也好 所以其實我在做別人的專案的時候 都還蠻喜歡去挖寶 因為其實有些專案 其實D3.js裡面蠻多的 蠻多框架 蠻多的那個範例扣可以使用 這個 這個 E-Sample 所以我就會去看一下說 今天這個專案好像很適合在哪個地方上 像這個 這就是你內容變多 它的圓 它這邊就會變比較大 那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它這資料怎麼做出來 好 那這裡的話 其實 其實對我來講 我不會馬上看這個東西 那你不會看程式 對我來講 我通常來講都是看這個CSV 看一下這個CSV的資料 它的資料結構大不大 OK 它的資料結構大不大這樣子 或者是好不好處理 好不好處理 那如果覺得好處理的話 我才會決定要使用這個表 這東西看起來就是說 它有一個最外層的FLARE 那裡面點進去的話 可能還有裡面更細部的圖表 所以說不定它可以點擊 欸 不冷 OK 好 甚至可以做到說你點擊以後 裡面再出裡面 裡面更細部的圖表 所以有些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看 先看懂人家的資料格式 再思考可不可以跟它做成一樣的 這樣子 你今天再套入別人資料的時候 才知道該如何去做實用 所以你今天在練習的時候 就還蠻常會使用到正列的處理方式 像是Map啦 Foreach啦 或各種的Filter 這些東西都很常會使用到 OK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上呢 就是關於D3JS跟C3JS的介紹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大概8點45分再繼續開始